HELLO 我是Calvin 最近政府又出了新的绿色零售债券 条款就跟iBond一样 之前有抽过iBond的朋友应该都熟了 今次只是发行额和名字不一样 还有可能没有人关心他的集资用途 他的资金会背入一个基本工程处备基金 或者有环境效益或者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项目去融资 绿色债券只是限香港身份证人士申请 每首10000元3年期债券每半年拍息一次 息率就会根据香港的通胀CPI 而且是有一个保底2% 即是如果CPI低于2%的话 绿色债券都会照拍2% 发行组合60亿 少于上次的iBond200亿 3月1日就开始认购了 3月11日截止 发行日期就是3月22日 3月23日就可以在联交所上市买 绿色债券是有二手市场 即是可以上市之后第一天卖出去 我们看看最近的通胀数字 疫情之后一直都向上升 最新12月的通胀数字是2.4% 其实可以预期到绿色债券的拍息是会高于保底2% 有抽过iBond的人都知道 iBond或者绿色债券第一天的上市是不可能跌低过100% 原因是因为香港政府的债券近乎零风险 其他政府推出的债券的息率也要比2%低 可以看上一年的iBond 第一天上市就大概升到103左右 最高去到104 预期绿色债券第一天上市都可以去到102位103左右 即是每手可以赚到200-300 除非新公布的通胀数字再大升 就有机会可能升到104或者更高的水平 因为绿色债券也是循环配发机制 先无人派一手再派第二手下去 所以抽太多都是没着数 上次iBond有70万人申请 跟上今次发行额只有60亿 估计每人都是分到一至两手 申请两手都已经够了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证券行认证 因为银行的街平台是在over the counter 买卖差价就会比证券行 证券行的卖价就会比证券行更好 除非你打算拿足三年 银行或证券行也无所谓 在iB一如既旺都没得抽 可以选择和我有合作的华盛或富途 如果未开过证券行户口 可以留意下下面资讯栏有些开户的优惠 新开户可以送超过价值1000元的股票或礼物 今集就这样 记得留言、赞、分享 想知道更多收集的产品或最近公司业绩 可以看我patreon 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